立法院調查權 他是交通委員會要自己行駛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交通委員會 事實上以我們目前的狀況 他要調到 他要調到資料事實上難度蠻高的 坦白說 可是坦白說 人家也有公布青鳥 他們內部在line王毅川這件事 沒有任何人覺得王毅川是老百姓 當然 這裡就有一個青鳥說 拱川現在不是名嘴身分 是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他的發言是有代表性的 然後又說這事情有點大條 因為他講的實在太具體了 這個都是青鳥的留言 被人家截出來的 然後有人說 這事情如果發生在 國民黨執政時代 不知道燒到哪裡去了 你可以看綠媒有在做這個議題嗎 自由時報第三天才終於寫了一篇 我跟你講這個議題 你不要以為是政黨鬥爭 這個一定是牽扯到 是不是有人會濫用 這個非識別的資料 然後用交叉比對 然後去鑑別出他所要的一些資料 甚至去影響投票行為 這個絕對做得到 以台灣的技術絕對做得到 所以這個事實上 跟你我的人權是有關的 當然 所以連那個台全會 台全會是很綠的團體 他都認為這個問題要查 所以王毅川 你不要以為是你個人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就看出 調查權的重要 不過交通委員會 首先就是面對三個部門 聽說三個報告加起來 只有七頁 我不知道這個叫不叫 藐視國會 那交通委員會自己去判斷 我叫你寫這個方向 你給我兩頁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個就是逐漸的 要去建立標準 因為我們很難說調查權 什麼樣叫做藐視國會 因為藐視國會 最後是要全院通過 這個坦白講 就是在建立你的民主 你在形成慣例 這個要經過公益 說實在的 那這個林書水 他就講到重點 願寄協調權大家要知道 中華民國憲法 為什麼會有願寄協調權 因為他本來的設定 總統並不是實權總統 所以總統他是高於五願 他是有一定的聲望 至高 所以他來協調願寄 大家會給他面子 你現在總統已經直選 還是當主席 然後權力大量介入 所有的願 包括司法院 我講白了 監察院也是你提名的 行政院就不用講了 這種願寄協調有任何意義嗎 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王宏偉講得很對 你如果要來開願寄協調 那到時候是四個願對一個願 是不是 因為司法院也是你的人 這個就是少林足球那個 那麼球判球員通通都是在我手上 這種願寄協調怎麼開 而且願寄協調又不能表決 那你賴清德現在沒有這樣的一個 公正的聲望 誰甩你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開這種會根本沒有意義 因為賴清德是第一個不公正的總統 第一時間就已經表態支持群眾那邊了 你還想說要來願寄協調 我看不用了吧 我看是卓榮泰來跟立法院 黨團對黨團來協調比較實際 就是大家互相讓一下吧 用這樣的協調恐怕比較實在 其實我覺得 大概也問不出個什麼東西來 因為現在看起來 他們就是打算用敷衍了色的態度 混過去 就是這樣 頂多就是發發脾氣罵一罵 也不能怎麼樣 實際上這整件事情的發展 我一直覺得很好笑的在哪裡 就是王毅川講得如此斬釘截鐵 說這是一般民間公司 常常在做的一些行為 沒有 大家都跳出來了 對啊 現在三大電信龍頭都告訴你 我們從來沒有提供過這些資料 請問一下你們的資料 到底從哪裡拿出來 而且如果你一直自認為 包括自那些人都認為說 這就是合法的行為 這是你們不懂 你們監管大警小怪 你就直接把資料拿出來 不就結了嗎 告訴我們哪一家公司在做 搞不好國民黨跟民眾黨 你可以去委託他 來做這樣的資料 為什麼不拿出來 為什麼要躲 然後還講說 如果哪個節目 用這個主題約我通告 我就退通告 為什麼要怕 這有什麼好怕的 我不知道 你不是站在理智上嗎 幹嘛怕呢 這代表什麼 代表心裡有鬼心虛 他自己實際上 也不敢把這個資料拿出來 你根本連哪一家公司做了 你也不敢講 不是嗎 所以這整件問題為什麼嚴重 因為這是政治爭訪 這是非常明確的政治爭訪 然後你還好意思講說 自己是一屆平民 一個笑死人 你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這麼低能的人 我真的不懂 所以現在還能夠支持他的 那個此力也真的要滿高的 至於說韓國瑜 去跟國民黨的立委這樣 影驗說希望先推民生法案 不要提爭議法案 其實現在最爭議那個法案 不是國民黨提的 是陳廷飛在連署 沒錯 退考階 所以你韓國瑜也不用操心 那是民進黨 自己在搞自己的政府 OK的 很好 我覺得國民黨 而且這個沒有爭議 這不是爭議法案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已經說要支持 民進黨也說要支持 現在你國民黨要反對 我覺得國民黨不要反對 你就讓他去弄 他們自己要自費武功 你幹嘛擋住他 對不對 就推啊 看賴慶德怎麼回應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不會有爭議 只要國民黨不反對 就完全沒爭議 拜託國民黨這次要看準要看好 不要再每一次都幫人家當煞車皮 不用去幹這種吃力不好的事 國民黨最好是開放連署 對啊 就開放 對啊 就讓他們去連署 這個案子過了有什麼不好 對啊 沒什麼不好 我覺得那個願記協調 本來就不可能開了 賴慶德的個性 他根本就不想跟你協調 賴慶德的個性一直都是這樣子 他就是要跟你硬幹到底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準備要直接那個視線 視線就把你解決掉 就是這樣 這麼一回事 那至於罷免 我說真的 要罷免很好 藍綠 大家一起來全國大罷免 這等於變相解賽國會 我求之有不得 柯憲明這篇臉書 你有沒有人跟我一樣覺得 噁心反胃 奇蹟別疙瘩嗎 好像有點情愫 我覺得是告白耶 那麼一鳴就是 不會覺得這個怪嗎 我覺得這個老柯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記不記得上一次的時候他說什麼 吳慶德的眼淚是立法院最美的風景 是不是 類似這樣子的 然後他現在又再來一次 眼淚似珍珠 對 我覺得柯憲明他應該現在跟 吳慶德是互相取暖 就是說在立法院裡面 民進黨黨同意每次都看到他們兩個 就是如影隨形 還有幾個畫面被特別剪出來 對 然後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就是還可以 大家看到有一點類似打情罵俏的那種感覺 這個情感可能很深 那可能是革命情感 我覺得可能是革命情感 所以他講這些話講到北投媽祖 我真的覺得 北投人不知道怎麼想 就是北投人不知道怎麼想 可以去做一下民意調查 就是老柯這句話的樣子 不曉得是害了吳思瑤 還是是真的在碰他 因為現在吳思瑤 大家提到那個罷免 大家就說這個士林北投這邊 他這一席其實也蠻危險的 因為當時藍影是奔裂 如果說是整合在一起的話 其實吳思瑤的得票率 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個我不曉得 他是不是事先在打預防針 想說封了一個北投媽祖之後 誰敢罷免媽祖對不對 就是北投媽祖 這樣子大家就不敢罷免 自己說就行了 對 但老柯有時候我覺得他真的是有點老了 就是他有時候 現在有一些表態好像都有點過頭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像沒有以前我看到柯介明 這麼的敏銳 這麼的精準 就是他有點就是很像 老了之後有一些都在抒發他個人的情緒 那回過頭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一的交通委員會這個報告 這個是為什麼這次國民黨 一定要推這一個國會改革 你就知道說現在的政府官員 面對國會就是這樣子敷衍了事 這麼重大的一個監控人民的事項 結果他的報告竟然可以只有三頁 然後什麼都不回答你 必重就輕敷衍了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為什麼國民黨這次堅持了國會改革 一定要有聽證權跟調查權 因為如果是召開聽證會 那你官員就可以敷衍了事 立委問什麼你知道的你必須回答 你不可以避重就輕 你可以看到美國人家的聽證會是怎麼樣 每一個去都是戰戰兢兢的 面對委員提出來的問題 他必須據實已告 結果你現在看到 因為總統賴清德還沒有公佈 所以還沒有聽證調查權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官員確實是擺爛了 就是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他就用簡單幾個字 然後委員問他 其實他也可以不用回答 所以下禮拜一的確問不出什麼 但是等總統公告 國會改革法案之後 召開聽證會就不是這麼回事 官員必須據實已告